把我的眼睛伤壞了 我現在你們都沒有看到我的眼球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在睡覺喔 那就是因為我的眼睛在媽媽發 媽媽懷孕的時候就壞掉了 那但是我感謝主喔 我小時候都一直在家裡玩 沒有什麼事 但是後來呢剛好就是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面有一個朋友 去拜訪我的父母親 那他們就告訴我爸爸媽媽說 在屏東呢有一個學校 是專門訓練視障的朋友 就是除了做一些簡單的手工藝品 比方說像勾籃子啊 或者是打毛線啊 那還跟我們讀書這樣子喔 那我在那個學校裡面 受到很好的教育跟照顧 那我們在那裡就是天天早上喔 我們到上課之前我們都有聚會 那在每天每天的聚會當中問那些喔 對不起我剛沒有講清楚 我的學校是由一群德國的傳教師 他們因著愛主的關係 幾乎每一個人都差不多20歲就來台灣 然後幫助我們這一些 士人認為我們是一群沒有用的人喔 那他們就用他們最大的愛來愛我 甚至比他們的父母親還要更愛我 但是這個愛是從哪裡來的 你們都知道 是從主來的 要不然我們想想看喔 他們這些傳教師 從20歲一直來台灣 幫助我們這些殘障的朋友 一直到60歲他們回去以後 他們身體都已經壞掉了 那一生當中 他們就是為我們這些殘障的朋友 奉獻他們的自己 也沒有結婚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我們這些 他們把我們當中的孩子 他們身上 目的就是要把禮物傳給我們 所以我們這些孩子 因著他們的關係 各個我們都認識了主 但是呢 我的心非常的硬 我會覺得主耶穌那是騙子的 我不相信 但是呢 慢慢慢慢的 我自己家裡發生了很大的病 就是我媽媽 在我過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因為肝癌過世了 那因為對我來說 媽媽是在我這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人 那當我失去了一套之後 也覺得我整個臉非常的孤單 那在那個時候呢 這些傳教師呢 他們看我這麼難過 因為我難過的時間 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 離開我的媽媽 我媽媽是非常的照顧我 但是呢 就是在我一年半最難過的時候 每一次他們就來陪我投稿 那當我哭的時候 他們就陪我一起哭 那他們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信他主人的書 主耶穌給你的安慰 絕對勝過你的父母經 給我的安慰 他們常常這樣跟我說 我說 真的嗎 那不然你們帶我禱告 你們禱告一句 我就禱告一句 我就真的跟著他們禱告 那他們告訴我說 那他們告訴我說 主耶穌要把你放在你中 他給的安慰 勝過我父母任何的安慰 那我就 那時候我就半信半疑 但是我 當我跟著他們禱告以後 我覺得我心裡得到 非常非常大的平安 然後那天晚上呢 我就整個人睡得很好 然後到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雖然還是很難過 但是已經不那麼難過了 因為從前一天晚上 我在禱告的時候 我就告訴主說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真的要承認 你是我唯一的救主 除了你之外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家人 後來呢 當然我感謝主 我雖然聖經方面 那時候懂得不多 可是一旦我信了主之後 我就一直都依靠祂 所以我就常常向祂祷告 所以我覺得神給每一個人 真的有祂的時候 時候到了 神要得到的人 自然會被神得到 那當我們得到之後 就永遠都不能離開 所以現在我就是自己一個人 我沒有任何的家人 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必須要自己來 但是呢 我覺得我心裡 非常的踏實 因為這位寶貝的主 祂時時刻刻有我同在 不管我難過 還是我遇到再大的困難 我就是向祂祷告 但是祂給我的幫助 真的是大的 所以我要說 祂在我的身上 祂在我身上的恩典 我是永遠手上不敬的 那我很感謝主 因為我們教會很缺私情 所以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聚會 牧師都要找我去 有的時候實在是累到不行 還是要被牧師引教去私情 有時候談一談 然後自己好像快睡著 我就告訴主都主啊 我實在是力量不過 因為有的時候我很忙 前一段時間就是今年喔 今年的3到9月 雖然是我最忙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在學電腦課 那你們知道 那個Excel還有Word 跟這個PowerPoint 對我來講很難喔 因為要用很多的頭腦去想 然後每一次上完課之後呢 還要參加小組的聚會 參加小組完聚會以後 上完電腦課之後 我已經頭昏腦髒了 然後又上小組的聚會 我就更想睡覺 然後小組 因為我們小組聚會 是在禮拜三的下午 那到晚上 哇 我整個人都已經累到不行了 真的是那個手啊 已經沒有力量在談 然後整個那個頭很暈 但是我感謝主 就是3月到8月 雖然我很累 但是服飾的路的確是很苦喔 但是我感謝主走過來的 阿明 阿明 所以我現在的工作 其實就一直都是以私情來服侍主 阿明 那我覺得我很感謝主就是說 我不曉得這個 我之前上一次有沒有講過 因為我大概從國小五年級 我就在教會私情 那後來就是被一個團體徵召 這個團體叫做喜樂四重唱 那我就是被他們徵召去當伴奏 大概有十五六年之久 那這十幾年當中 我們就是走遍了太東京 美國 德國 法國等等 很多的國家 那我覺得我很感謝主 因著我們的走出來 有許多的人 因著看到我們勇敢的站出來 他們得著了主 那他們也勇敢的站起來 甚至有很多的人 有憂鬱症小智商 但是就是聽到我們的見證 我們勇敢的走出來 他們站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謝主 阿明 可以在我的這一生當中 可以為主做這樣子的服事 阿明 那我自己常常告訴主說 我今天可以施行 真的是你給我的 我自己算不了什麼 所以我這個恩賜 永遠都要被主使用 除非有一天我離開了 那我就沒有辦法 阿明 阿明 好了 阿明 這樣可以嗎 每次都每次都 好